一新协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水晶 以及张化私立成功幼儿园执行长施承翰 9日上午在西湖消防队联合捐赠福斯T6高顶救护车一辆 由县长为名鼓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状及救护车模型 表扬两家企业的善行 高兴大家来见证这么一个温馨的时刻 咱们献证鼓勵感谢各位 不管每个人都欠出钱有力出力 大家都来做这个救人的善事 那我常常说救人不一定是只有医生 每个人都可以当医生的角色 救人不一定是医生 每个人都可以当医生的角色 有时候我们是在前端来救人 医生是在后端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救人的最高的清潮 消防局的这些同仁可以说是不分事业 都在为了民众保护 尤其是紧急事故的发生 常常要依赖他们的专业 来为我们民众服务 所以我就这个机会 表达我们民众对我们消防同仁的付出跟贡献 其实呢捐赠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为 真正我们应该要感谢的 是我们在第一线从事紧急救护 救护水水里来国里来水里去 或是水里来国里去的消防同仁 有他们在第一线的紧急救护 或者是我们居家安全救护的维护 我们民众的生活生命才有得保障 异兴协业有限公司在西湖经营逾30年 长久以来默默对社会散播爱心 私立成功幼儿园培育国家幼苗不遗余力 热心参与公益活动 共同捐赠福斯T6高顶救护车 期许越来越多企业与个人投入社会关怀 慈善行列让社会充满爱 那我们感谢我们两位董事长的善心 兼证我们这个高级的救护车 那未来这个救灾 不管是救灾救护工作 就是民力无穷 公务有限 如果社会更多的善心人士来加入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把消防救灾救护工作 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那这边也呼吁 我们的乡亲补友 除了我们的益销 那个志工 父先雇以外 我们社会大众也能一起共同响应 继续来热心公益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风光大圣 创造财务 造福盛民 永世平安幸福 相信一新协业与成功幼儿园 所共同捐赠的救护车 加入西湖分队紧急救护行列后 将有助于提升西湖地区紧急救护品质 使民众生命财产获得更大保障 公益频道林俊明 西湖采访报道